超越人类的数据嘛 就是通过 一个可扩展的 一个自训练的一个方式 就对于 让大约模型去生成 这种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案 然后其实他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迭代的一个数据 他应该重点还是在于 那个训练数据生成 首先是背景 就是说现在基于人类 收集的数据 在进行监督式微调的时候 可以进一步提升大约模型 在特定论上表现 但是获取高质量的人类数据 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对于复杂的一些问题 解决论务的话 就是他这篇文章 所重点说的一个论务 就是说这些也需要 大量的资源和专家知识 然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模型生成的合成数据 就能够就成为了一种 有前进的替代方案 它提供了可拓展性 和成本效益 那前提就是说 我们要需要去确保 这个模型生成的数据 质量是好的 然后虽然说 大量模型具有自我评估 生成数据的一个潜力 但是本文还是研究了 一个更加简单的设置 其中是使用外部标量 反馈信号 作为每个生成样本的 一个质量指标 然后为了从 为了研究基于 模型生成数据的一个训练 作者就考虑了一个 简单但强大的一个 自训练方法 然后适用于语言模型 这种方法 只需要两种能力 第一个就是 从模型生成样本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使用去 使用它一个评分机制 去评估这些样本 然后这个方法 它成为REST EM REST全身就是这个 加强学习的一个 自训练 然后具体来 具体来说的话 REST EM 它是交替进行 它一个期望步骤 和最大化步骤 也就是这个 首先是生成 就是Step E 它是这个步骤中 是大于是语言模型 为每个输入的上下文 生成多个输出样本 输出样本就是多个解决方案 然后使用二元奖励 去筛选这些样本 然后去收集一个训练数据 然后第二步就是改进 Step M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它前面上面收集了 这个书远数据 那我原始的语言模型 就在上一个步骤中 收集到的一个训练数据 集上进行一个监督微调 然后又 然后在 然后在下一个生成步 Step E中 去使用这个微调后的模型 它是只有一个模型是吧 对 生成也是它 生成完之后 有个二元奖励模型去筛选 对 再去完之后 又给自己去进行微调 对 是的 然后这个微调完的时候 去再去做生成 对 但是就有个点 就是说 它每个微调是相对于原始 就是原始的大原 原始的一个模型 去做微调的 不是说我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它只对第一代进行 OK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说它并不是说 这个模型训练完之后 直接拿到上面去 而是它一直给原始的模型 去进行微调 所以生成的数据 它是不停的生成数据 但每一次生成数据 它都是给原始的模型 进行微调 对 它这样就防止我数据重复 因为它可能生成的话 数据有重复 对吧 它就这样的话 就可以避免掉 这个过拟合这种情况 用原始模型去微调的原因 就是因为防止数据的 生成数据的重复吗 就是这个原因 它就是说 就是说可能我这个数据 可能因为它 因为它是让模型自己去生成 那我可能生成的中的话 有几个数据是相同的 那我不相当于去重复训练了 这里我停一下 行 这个明白 然后对 REST EM 它已经积极 它的各种事情 已经能够成功增强 语言模型 在不同领域的一个能力 包括机器翻译 语语解析 偏好对齐 以及基本推理 这是因为REST 这个方式 它在前面有先前工作 已经做过类似的 所以先前的工作话 它就是将REST 实际上它应用于较小的语言模型 最多是7B的一个模型 对于更大模型的可拓展性 则是比较有限的 然后作为补充的话 作者的这次编工作 就是说旨在是与人工编写数据相比 模型生成的数据 在两个具有挑战性 探索较少的领域的一个有效性 和可拓展性的研究 第一个就是竞赛级的一个数学问题解决 第二个就是代码生成 在这两个问题 在这两个任务上进行一个研究 然后作者的实验表明 就是说应用REST EM 与不同规模的PALM2 它在数学推理和代码生成能力方面 都有显著进步 如图一所示 就是这个可以看到 提升了十两多 五六个点 对 然后经过模型生成的数据 微调的模型 表现出与基于人工编写数据训练的模型 也有表现出个显著的性能提升 他也发现 因为他是迭代的 他这方法是迭代的 他也发现超过REST EM的几次迭代后 也会导致他一个改进的减少 他还做了一些骁龙实验 就是去研究一些迭代次数 这种的影响 总体就说 他这个带反馈的一个资讯链 是一种能够减少对人工数据 依赖性的一个有效方法 然后后面看一下方法 首先这个就要先介绍一下 这个REST的期望最大化 这么一个东西 它就是基于强化学习的一个 期望最大化EM 然后就是将这个框架与强化学习的强化学习方法 与语言模型进行结合 然后他因为这边用的是二元奖励 他就定义了个二元的最优性变量O 使得O等于E的话 对于X跟Y来说O等于E的时候 然后与这个函数成比例 然后F这个函数呢 是一个从实数级R映射到正实数级R正的一个非递减函函数 然后那么就可以去最大化观察到O等于E O等于E的话就是获得高奖励 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样本的一个对数四篮 然后就这么一个公式 但是他对于所有的序列Y求和就是通常是不可行的 然后作为替代 他就他就是去这段化一个这个Evidence lower bound 就是这个什么ELBO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他相对于就相对于参数 θ和变分分布Q 有这么一个可以化成这么一个公式 然后就是将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用这个JMS这个不等式去把化开来 对然后化开就化成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就用这个Evidence ELBO去表示 对 然后EM算法它是对于这个方程 这个二方程它不是有两 机前面有两块吗 然后就是他对于这个方程二去交替执行E步骤和M步骤 然后在替代为T次的时候 他更新的语言模型的参数设为θt 变分分布设为Qt 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具体步骤 就是对于步骤E的话 那Qt加E次的话 他就是对这个就进行这么一个算 进行这么一个计算 然后就是在Qθ就是T次的 就参数为这个θt的时候 他进行这么一个运算 然后他就是这个公式就是前面那个公式 然后这一步就相当于去根据输出样本 获取高奖励的一个可能性 对语言的对条件语言建模的一个分布的输出样本 进行一个加权 然后M步骤就是去更新θ了 更新那个参数了 然后也是这么一个计算 然后他就是去最大化 他一个奖励加权一个付对数损失 上面这个步骤一个交替执行 就保证了他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EOBO这个的给单调提升 因为我们就希望EOBO这个PθT加EQT加E 需要大于等于这个就每一步 相当于就是说我每一步都是在使我这个值变大的 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具有非负奖励的EM 因为它是二元嘛就一跟零 所以他这个奖励都是非负的 所以说他这个函数F会被视作为一个横等式 然后他们就这么一个 他这个PO等于这个概率会跟这个奖励函数 就奖励值成一个正比 然后更新后的分布也是这么也是成正比的 然后那么第t次迭代的M步中中得出的那个策略参数 θT加E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得到 然后但这个方法与基于学习的强化学习目标进行比较化 就是说标准的强化学习 以基于这个期望最大化的强化学习之间的关键区别 就是如何去采用一个输出数据 因为标准的强化学习 它是不断去更新策略的 然后用这最新的更新策略来收集数据 那相比之下 那个基于期望最大化的强化学习 它则是使用上一次迭代的固定采样策略 然后将数据收集与策略优化结偶的 因此说基于这个EM这个方法的这种 这个结偶性能够使得 使得这个方法能够更容易的扩展到 大规模的策略模型上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他作者的那个 这个文章中有的方法 他就是他研究的也是这个Gluke 这个本文他们提出的REST的方法 一个简化表格 它称为RESTEM 它是在标准的RL流程中将数据收集 就E-step和策略优化M-step进行解偶 然后它算法 它就包括了多个迭代的一个RESTEM的算法 其中每次迭代对应于一次生成和一次改进的步骤 然后生成步骤是这么样的 就是说在每一步骤 因为我有一个当前有个策略P Theta嘛 我根据这个策略去采样多个输出序列来生成一个数据集DI 然后它自己的XJ就是我的一个输入是从原始数据中进行重新采样的 然后我这个输出那么我不就会有个输出吗 然后这个输出序列的话会使用它这个二氧奖励函数RXY进行一个评分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样 然后它这个实验中是使用提供几个实例的提示来条件化这个LM的原模型 用于代码的生成和数据问题的逐步解决 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改进 然后在DI一次迭代中 作者会使用生成步骤中得到的上面就上面这个生成中 或者这个数据DI来去微调它这个策略P Theta 然后他确实就说了它是微调的是基础的一个预训练的语言模型 它为了就是减少特定任务的一个过拟和以及与基础模型的一个偏离 这里有讲到了 在实验中微调的是基础的预训练模型 就是原先的那个模型 它是不是减少这个特定任务的过拟和基础模型的偏离 他可能说我迪在次数多了 可能我导致跟基础模型偏离的比较多了 所以那但是我像他这样做的话 我只是微调是基础的话 就相当于算是说我这个策略是在更新 但是我这个模型还是只是相对于基础模型 还是只是更新了一次吗 对对对是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一直更新同一个模型 就是没有去更新这个特定那个基础模型 问你和它能过你和到什么程度啊 他可能就是怕我 就是可能一些那些数据 就相同的数据可能会占比比较多吧 他后面有有个实验就说了这个过你和你 有实验的就是加分实验 对 然后为了微调 他就是去最小化 他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奖励 这个加权的一个费负对数死产损失 然后这个策略得到赶尽之后 那么再回到第一个生成步骤中 就可以生成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样本 那个数据集DI加E了 就这么一个迭代过程 然后后面就是实验 他数据集 首先是顺利数据集 他为了主要是在数据方面评估 它使用的是Mass数据集 然后代码生成方面用的是 这个iPad这个入门的数据集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数据集 这些任务 他因为模型输出都可以自动评估 进行二元奖励 像在Mass上的话 我就答案直接用真实答案 进行一个验证正确性 然后对于代码生成的话 就是用测试用力去验证 我这个代码生成是否正确 都是可以自动进行的 它的模式 我一个疑问 你稍微打断一下 我打断一下 它能够 它每次生成的 它微调的是同一个模型 但是生成数据 还是用微调后的模型去生成 对吧 对 是 但是因为它是用了增强学习 所以说 它的目标是 它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来着 目标函数 它是 目标函数就是 它是要什么期望最大呢 我现在有点 该落死了 就是 嗯 它就是求这个嘛 最大化这个 那这个 就是物理含义到底是啥 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 物理含义就是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对应的就是 就是这个嘛 它对应其实是这个值嘛 对吧 嗯 那这个话就相当于我就是O等于1嘛 就是我CO等于1的话就相当于我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就希望我这个输出的解决方案的正确的比例要越高越好 就说比如说我解数学题 然后本来题目是不多的对吧 对可能我让这个模型自己去生成这样子的解数学题的这样子的题型 嗯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让它不停的去生成这种类型的数学题 反正你自己想吧 这种数学题 不不不是数学题 它是给出那个解决方案 就那个 直接给出解决方案对吧 对 然后这个解决方案 有一个外面它有一个你再往前翼前翼好像有 它有一个不是你再往前翼好像 对对 它这个二元奖励筛选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解决方案是正确与否对吧 对就是一和零嘛 一和零如果是正确的我就把它当做一个训练数据了对吧 是这么理解吗 好 然后我用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这些训练数据反正都是正确的 我就拿来哎错误的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对比啊 他自己好像没有说只用那个正确的 因为他是就是他其实就是每一步其实还是有那个正确错误都是有的 只不过我在计算的时候主要还是以那个正确的去那个计算嘛 那反正就是正确错误的这些我生成解决方案有些是正确的也有错误的 还有一个外部的一个判断的东西反正相当于给这些数据打打上标了对吧 对 打上标签了然后打上标签之后这些东西就拿来作为微调 然后我微调完之后我这个模型就更进一步了 我再让他去自己生成更多的解决方案 然后我在外部的那个二人员判断再去奖励去判断一次 就是相当于再给他打上标 然后再去训练原始的模型就这个目的 反正就这个方法对吧 说白了就这个意思 对所以他的迪戴就是为了我每次就是他假设我每次只生成100个解决方案嘛 我希望打上正确就打上正确的这个标签的比例应该是要越来越高的 高的是吧 对 OK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我明白这个意思 嗯 从物理意义上我明白了 OK再往下面 然后他模型用的就是Palm2嘛 然后包括三个模型Palm2small 然后Palm2small加个新就是它是一个代码 就是在代码上专专注于代码的 然后还有Palm2L就Lage 然后这些模型通过谷歌云的公共API进行访问 但我这有点不懂他通过API访问的话他怎么更新啊 然后这个模型可以微调吗 这个Palm它模型它它是谷歌对吧 这个文章是谷歌发布的是吧 对DeepMine 那这个通过API怎么去微调的 他可能是这样就是我数据生成这些都是用API 然后可能我单独下面还有一个参数的一个模型单独有 然后我把这个弄出来之后我再拉出来单独进行微调 他可能这个意思 他这个公共API他只是用来就是生成数据 就用来生成数据的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的模型 你都能微调他了 还需要API干啥呀 对哦 所以我这个之前看的时候我这个点有点奇怪 他说我想你这个是要 因为那个数据生成是要用到那个就是要微调好的模型 你这个公共API看你怎么怎么搞 这个我完全觉得很奇怪 那可能是 我我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是那个还是清华发的啊 他说他们的那个方法就是不用微调是用prompt微调 就说你可以通过prompt的方式类似就像去微调他 这样之后你就可以用blackbox的 这本文章我给你们讲过给你们看过没有 好像没有来机给你们看 然后我不知道是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是可能 我也觉得不是 应该就是 就基础就是用用最普通吧 就是下载模型 应该不是用公共API 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自己有些方法吧 也不知道 那再往下看看吧 再往下看看看后面怎么做 首先是实验就是 第一个就是在Mass和Apps上的一个REST EM的一个性能 然后图2和图3分别就展示了他们在这个两个数据上的 那个训练性能可以观察到Mass从可以从多次执行多次的REST EM中受益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GSGSM8K 这个GSM8K就是展示一下他这个性能的一个牵移能力 就是我在这个数据上性能提升 我在这个数据上也是有提升的 然后Apps他这个大部分收益则主要来自于第一次迭代 他之前后面第二次迭代的时候他性能就已经发生下降了 然后图2和图3还展示就是说 这个虚线就横这个虚线它是用人工数据编写进行微调的嘛 他的这个性能也要显著优于这个人工编写的数据微调的 但是他与这个Rendon工作时观察的一个扩大模型时模型生成数据 在GSM8K上的收益地点不同 作者的结果展现出了相反的趋势 Mass EM它首先会使得模型浓量的增加而带来更大的一个性能提升 并且在Mass数据级上与Palm2 Small相比 Mass EM在Palm2 Large模型上的测试准确率提高了5.9% 然后在iPad上的这个数据级上它的性能 S芯这个性能提升了5.6% 然后Large提升了6.4% 并且他说他也说就是说更大的模型它是一个 它有个更强的一个初始性性能为起点的嘛 那我这个提升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说可能看上去差不多 但是其实这个提升的能力还是有还是挺大的 嗯嗯 那我的理解应该是小模型更容易得到好处是不是 没有他自己说的是就是说是大模型更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性能提升 那这个后面什么意思啊 并且更大的模型以更强的初始化为初始性能为起点以及性能改进 但是被Sly性能提高而变得更加困难 就是说可能这个提升一个5.6一个6.4嘛 就像一个人就是可能我一个人只能考50分一个人能考90分 但是大家都提高10分那肯定是那个90分提高这个10分的难度对难度比较大 所以说他们说那个Palm2Large 其实更加受益是吧 虽然他只是6.4好像多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提升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就是你越你像你就性能反而如你到90多了 你提升一个点可能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上面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人工编写程序的那些数据 他这个跌动生存的方式会还显著优优于人工编写的数据 对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新 那你这么说这个还挺有用的 对吧 对 那这个还挺有用的 再往下看 还有吗 后面还有一个PathK这个影响 PathK它很量是对一个问题 就是有TopK的一个生存中至少有一个正确 那么我就认为我这个输出是正确的这么一个概率 然后图屋展示就是PathK模型在PathK上指标上一个性能 你观察到经过RESTEM后 它是模型的性能对于所有的K字来说都变得更强 并且性能差距通常在K等于1的时候它是最高的 但是对于IPS来说它性能好像都差不多 它就差距都是稳步上去的 这个APPS这个是啥 代码生成 代码生成是吧 后面是那个竞赛级数学问题 数学 然后这个HumanEval也是一个代码 它是它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数据计 OK 然后黄色的是这个 经过这个方法迭代生成之后的方法 对 然后这个好像提升来挺多的 怎么说的话 对它主要就是这个K等于1 K等于一般我们 一般的用户使用又肯定是K等于1的 对吧 所以说K等于1 对TopK就是说 生成一个生成 对对对对 是 所以它这个性能是最高的 所以它这个数码有用 对吧 对 嗯 然后后面还有个迭代次数影响 这就是 然后图4它这个右边这个图 又图4就形容去把明 它多次迭代会导致训练级的过理核 就可以看这个 嗯 就train这个数据集的话 它性能是提升的 但是这个test的话 它就一次一次之后基本上就稳定了 嗯 等一下 train可以一直往上 这是啥意思啊 就是训练数据集的话 我的这个准确性能 准确力都是一直往上升的 嗯 但是我在test上的性能就变化不大了 就相当于已经拟合了吗 test上面你还怎么用这个 它这个方法不是用在训练上面的吗 嗯 我不懂这个实验的意表达意思想说明什么 就说 这个方法不是用在迭代生成数据 然后去迭代的训练这个模型的吗 它是用来训练用的 跟test有什么关系 呃 它可能训练完之后还太就测试了一下吧 嗯 嗯 嗯 啥意思 比如说它这个 那个蓝色的 嗯 pom2train 嗯 performance 它是 解决数学问题 对啊 就是它那个啊 准确率是吧 对啊 准确率啊 然后就是这个是训练级上的准确率 嗯 然后那么 然后这个橙色是它一个测试级上的准确率 我无法想象它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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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测试级上的准确率 这是什么意思 就就可能是那个吧 就是卖这种这种这种Mass数据是肯定是有训练训练数据级跟测试数据级的吧 对对吧 然后它我那个模型经过微调之后 然后我在这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测试啊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那个模型不是经过微调了吗 你这个首先你这个模型它是通过自己生成数据的对吧 啊 然后你现在用这个Mass的这个数据集在一个train数据上做做一些测试和再test 那我理解就是说 嗯它其实不是说不是说生成数据它是呃生成我那个每个输入它生成是个解决方案 对对它生成解决方案就是我希望我这个解决方案生就是每次生成是越来越好的嘛对吧 嗯 那我这个模型微调之后 那我微调完之后 那我希望我这个模型在我在下一次在它面对这个Mass数据集的时候 我希望它性能是能够得到提升的对吧 嗯 然后那它这个模型就去跑这个testtrain这个dataset和testdataset 我回头再回去再理解 我我还是有点不得理 看下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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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下面这个proper solving 哦它就是在Mass上又收集数据集它其中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数量是它单次迭代中使用的数量的三倍 然后用这个数据集直接进行微调的结果是past1这个性能达到40.3% 但是要低于它既没有给出对它没有它只给出就是数字 但是要低于我这个初始第二次迭代的41%和第三次迭代的41.9% 然后这个结构表明与单次迭代但数据量为原始的三倍相比我这个拆开还是拆开进行多次迭代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的性能 就是你把这三倍主要是控制一个数据量的一个变化 就控制数据量 就说你把数据少一点每次少一点每次少一点这样多迭代几次的性能或者会更高对吧 对 这怎么感觉让我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参加一个物理竞赛体验 就说有一杯热水有一杯冷水 然后把热水倒在冷水里面怎么样子才能够让冷水温度提升分批到 对要分批到到的越少越好 它是要最后是个微风问题 你看怎么有点像这个感觉 就是你要一点点倒一点点倒一点点倒过去 然后那个冷水提升的温度会最多 对 再往下看 好 然后后面就是他还进行一个通用能力的一个检测 就是说因为我这样他这样迭代的话 他会他要评估一下我这个通用能力有没有发生一些退步 他使用的是这个BBH这个论物包含23个论物 然后他遵循先前工作的实验设置 使用FinalShot和思维链提示进行评估 然后图系就展示了他经过REST EM微调后的一个模型的性能 然后与基础的PAM2模型进行了比较 你看到在BBH的所有论物上都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性能下降 然后此外在Mass数据上微调的模型 在使用COT时 它的一个性能显著 这个性能要显著优于它一个基础模型 然后在IPS上进行微调的模型 也表现出了一个微轻微的性能提升 嗯 嗯 这就说明它有个通用能力没进过 没发生退步嘛 就这么一个实验 嗯 后面就是结论了 就是说你看 对 模拟生成数据 然后再去提高 它其实就是降低成本嘛 对吧 降低成本 而且你 它前面还有个实验说 你手动编写的可能获益 还没有它这个要厉害 对 B成本下提供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尤其于预训练的成本装比 做这个实验还比较明亮 不会倒是 好那明白了明白了 好看一下啊